跟老外那个啥,啥感觉啊?我只跟高飞那个啥过 这是一部始终无法上映的华月好片 因为它的题材罕见尺度过于惊人 只有在釜山电影节供应过后就立马下架 四国盒子头拍 真实还原上世纪90年代血淋淋的社会人生百胎 这就是比利时导演长期调查拍摄的真实纪录片电影《下海》 故事发生在90年代那场大规模爆发的下岗潮 东北人应该对此都不陌生 据说当时几乎家家有人下岗 女性人员居多 街头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 女主丽娜就是其中之一 她在中介那里听说去法国当保姆特别赚钱 一个月2000欧元 丽娜心动了 但是丈夫小冬却觉得不靠谱 来来回回就是那么一句话 我们一家有口饭吃,饿不死就行了 话虽这么说,夫妻俩双双失业 可家里还有个孩子上学 生活还是要继续 丽娜和所有东北女人性格一样 她渴望独立,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店铺 为了自己和小冬的未来拼一把 于是就软磨硬泡说服老公 但是去法国之前 他们要向中介缴纳一笔巨额介绍费 为此,小冬把千切和高利贷都借了一个遍 砸过麦铁,把丽娜送去了法国 大巴上,看着这个和东北不一样的城市 丽娜内心满怀着期待 觉得自己一定能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 下车前,旅行团要照常没收护照 但丽娜办的其实就是旅游签证 半路从旅游团偷跑出来 成为了一个流浪在巴黎的黑户 没有身份,没人敢要她 她来到大街上,撕下墙上的招聘信息 一个个打电话过去 但是对方报的价格最高就是500欧 和之前中介报的价格天差地别 但丽娜也没得选 来到一个温州人家做保姆 每个月500,睡在杂货间 月休两天 但就只是这么苛刻的条件 丽娜也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拼命干活 可是夜底发工资时候 女主人因为上次一个花瓶打碎 直接扣了100 咋是我打坏的呀 明明是你儿子打坏的啊 那你工作不就是看好她吗 面对如此刁难 丽娜忍无可忍 女主人却还搞起了地狱启事 这把你还不要啊 你要是闲在这边干得不爽的话 怎么会去大地上站呢 你骂谁呢 面对如此羞辱 丽娜头也不回辞了职 没有钱,没有收入来源 在这个大城市很难活下去 丽娜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更别说给家里寄钱 丈夫打电话过来催 丽娜支支吾吾说 自己会找到好工作的 面对生活还有干瘪的钱包 丽娜陷入了迷茫 好在遇到了一个老乡玉梅的阶级 还不至于露宿街头 玉梅和丽娜一样 当初也是听说国外遍地是黄金 才被中介骗了过来 但其实现实和理想差距很远 求生无望 玉梅就和这个屋子的女人一样 只能去站街 玉梅给了她一条出路 那就是回国 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家里为了她欠了一屁股债 丽娜怎么可能两手空空回去 她把身上紧剩的钱拿来交房租 之后就开始找工作 但在这里 最不缺的就是廉价劳动力 丽娜处处碰壁 玉梅也劝过丽娜 可以试一试她这个工作 可是丽娜自尊心强 始终不愿意自己沦落到那种地步 可这天一个电话打来 丽娜的内心产生了动摇 法国巴黎街头两个东北女人 在街头游荡等待生意 她伸手一个数字 就会有人知道其中的意思 没错 她是一个站街女 在当年九十年代 东北大规模下岗潮爆发时候 这是巴黎街头最常见不过的景象 赵丽娜就是其中一员 前不久 她接到小冬电话 家里为了还钱 把城里的房子租出去 现在父子俩住在姥姥家 一边是找不到工作 一边是丈夫的催促 丽娜开始偷偷观察这些站街女的上班方式 咬一咬牙 自己就下了海 丽娜则下接几个单子 算是能够勉强度日 和其他女人第一次一样 她什么也不懂 更不敢告诉任何人 小心翼翼维护自己仅剩下的自尊心 这段时间下来 玉眉也隐隐约感觉到 丽娜有秘密 但是她很默契 什么也没有多说 直到后来有一次 丽娜遇到了特殊的顾客 自己因为反抗 被打到遍体鳞伤 这一刻 丽娜才放下包袱 抱着玉眉哭了起来 但这种现象 对玉眉这群女人来说 早就已经屡见不鲜 丽娜的痛苦生活才刚刚开始 这种事情就像高山滚石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丽娜从一开始的纠结痛苦 到后来的熟练比出首饰 跟人讨价还价 什么也不挑 才勉强在这个繁华大都市里 有了一席之地 钱很快就来了 家庭危机算是暂时解除 丽娜也成了丈夫小冬嘴里那种 可以拿出去和亲戚们炫耀的女人 现在家里已经换了大房子 欠的债也都全部还了 店铺也开始装修阶段 等到明年回家 丽娜就可以直接做老板娘 这项金面前 丽娜总是满脸笑容 报喜不报忧 开心向小冬讲着自己的美好生活 看到小冬的笑容 丽娜这一刻忘记了所有不愉快 脑海中就两个字 直了 只要这件事不说 那回国以后就没人知道 临近年关 这群东北女人 一起开心的聚餐 她们有着共同心愿 就是攒签回家 无以例外 全都是为了儿女 也不难看出 这群人的本质都是善良的 她们只是因为生活中的苦难 无奈选择了最阴暗的角落罢了 但她们依旧放声高歌 这些女人在这一夜 抛下生活中带来的挫败 忘掉家庭里那些不幸遭遇 尽情地举杯欢笑着 她们还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可是这一天 弟媳丹丹打来电话 她要去巴黎投奔丽娜 亲戚之间的感情 最难开口拒绝 丽娜也总不可能将工作 直白告诉丹丹 而那边 弟弟早就带了款 铁了心要把丹丹送到法国 跟着丽娜一起赚大钱 这一步先斩后奏 让丽娜是猝不及防 她只能硬着头来接丹丹 早就不做保姆的丽娜 只能先假装帮弟妹找工作 这种无奈感 想必很多人也都明白 可保姆价格始终就是那个价 找不到好工作 还没赚到钱 丹丹也不愿意回去 眼看着事情就要瞒不住了 这天丽娜彻底摊牌了 你看那边街口那女的妹 干啥呢 专街呢 跟我们一样 丹丹一听这话就懵圈了 该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姐姐居然在法国赚的是这个钱 摊牌后的两人是默默无言 丹丹把赚钱想得太简单 以为这里遍地黄金 还埋怨丽娜为什么不早说 可这让丽娜怎么开口 里里外外 钱后多了不得好 这样几天下来 丹丹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跟老外那个啥 啥感觉 我只跟高飞 那个啥过 就这样 丹丹也做起了这份工作 但很显然她不合适 和老公视频的时候 丹丹差点哭出来 只能提前结束通话 丽娜也很理解她 决定和丹丹共同面对 打算提前回老家 终于见到家人 久违的幸福感充斥而来 丽娜看着还在装修的店面 和小冬畅想着一家三口的未来 房子也变得敞亮 丽娜觉得 自己的幸福日子终于来了 可现实又给了她当头一棒 小冬一脸失踪好多天 恋话也打不通 最后 丽娜还是在店里找到了小冬 她的身边都是烟头和酒瓶 而她就那么贪坐在墙角 丽娜的事情还是没能瞒住 原来丹丹在家被弟弟骂赚不到钱 一气之下 丹丹就把在法国的事情给说了 小冬也全然不见之前的温柔 一个劲重复着滚 骂着恶心两个字 可这一切算下来看 丽娜这么做 又是为了谁呢 她不过就是想活下来 给家里人幸福 她去找丹丹算账 可刚进门 就看着丹丹脸上挂着彩 丽娜和弟弟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可吵架过后呢 女人们还是要面对现实 丹丹没过几天就原谅了丈夫 并决定把家里房子卖了 和弟弟去南方打工 她问丽娜 新店开张怎么办 丽娜苦涩一笑 大不了就一个人呗 她以为小冬过几天气就会消 但是三个月过去了 小冬依旧不见踪影 儿子每天回家就问 爸爸怎么还不回家 可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还是后来 小冬因为太想念儿子 打过来一通电话 丽娜才算来到了丈夫的住处 面前这个拥挤狭小的房间 小冬就在这里窝了三个多月 也不肯回家 丽娜想说点什么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能在下面时候低声下气 影片也就在这里落下帷幕 没有人知道 他俩最后有没有和好 但大家都很清楚 这一家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而这 只是当时的冰山一角 现实往往比这个更加残酷百倍 当年无数女性被骗往国外 甚至客死他乡 最后的结果也是被人说三道四 所有人都觉得 他们不配值得同情 可事实上 他们的工作也很危险 甚至有时候会危及生命 每个人都渴望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群女人也是一样 愿意为梦想付出牺牲 导演奥利维耶 当年就是在街头看到了这群奇怪的女人 才拍出了这部大胆而又题材罕见的好电影 这部时代的印记也应该被更多人看到